香港立即聯賽第二週賽事 主場的進鋒迎戰李文 進鋒在上場的長球對著北區領先情況之下被對方逼磨 相反來說李文是這一場第一場亮相 一開始就看到李文就開始主動搶攻 先來一腳試,中距離施射艾華頓 模式比較正中間 加上沒什麼助跑的情況之下 這個球對龐卓熙沒什麼威脅 有一次機會,見到進鋒 第一時間這一下就踏地,其實挺好射 射球就是這個布雷迪 跟著左右路一個進攻 見到這邊,艾華頓送到中間位置 回到後保利臣,艾華頓左腳一趟,遠處入網 哇,真的 這個球你見到很漂亮的 第一次碰球就是安利亞 他的球有點脫,反而彈到保利臣腳下 保利臣轉不到身之下,回到後蓋過來的艾華頓 當然了,開了紀錄 一浪接一浪,攻勢來到 然後輪到這邊,又是安利亞 被對方領壓情況之下 都能夠轉身,拿著球下來 跟著左腳一射,雖然見到龐卓熙插了 左腳出來打到球 但是都不能夠阻擋球入網 球滴下滴下,球就射成2比0 另一次的反擊 這邊又見到艾華頓自己推進去 艾華頓推進去的時間 又左腳一趟,球關上 後蓋過來的保利臣 哇,你見到他的那種法力 有少少一套武器的感覺 一射過去,整條眉都震了 射成3比0 在上半場,都可以說幾一面倒的優勢 下半場開球很久才見到 進攻一個反擊的 袁世傑一路推進去 後面追著他的王進浩 感覺上他的手 都好像不自主之下 踢一踢他,踢跌了也沒辦法 輸了這個12馬 由後面入體的可擊 一射就中敵 這個12馬是處理得不錯 這個射門大歪了 在安尼亞的腳下 擺了大位射 可惜那球也是散到人 最後也見到一個 是比較令人意外的鏡頭 就是這個 立法靈日 居然把教球都扔回後面 益光了文智星 可惜文智星第一球射不入 回到後面 被後蓋過來的 海基再射的射也能關上 最終就是李文打 這場地去 cash 三比一贏了這場世